现在看到的 被定格在大理石中的两位年轻战士 就像在用力到极致时被拍了一张照 这两位正在练习古代最流行的运动之一 古代罗马人和希腊人非常喜欢格斗 他们如此喜欢到要相互争夺这一运动的出处 也难怪如今我们称之为罗马希腊之战 对他们来说 战斗这一世是由众神所赐予人类的 而传说是一位女神所赐 宙斯在打败米诺·陶洛斯之后 将他曾经亲手训练过的古罗马 米涅尔瓦·雅典娜女神派遣到人间 这些搏斗、剧场比赛 或无论哪种挑战或者是竞赛 在古代都被称作 发音阿购尼 你是否觉得熟悉呢 想想今日我们会用的词汇 比如说 agonismo 禁忌 或者 agonia 临危 都是象征生与死之间的搏斗 而刚刚所描述的 就是这一些词汇的由来 这一座雕像雕刻的 就是古罗马在公元前二世纪最流行的搏斗 你知道它叫什么吗 这名字可能听起来有点滑稽 Pangrazzo 这是一种拳击和脚踢混合的竞赛 有一点类似现代的踢拳 更美的名字就是摔脚 不过啊 当时的人们可是玩真的 都空手上场呢 这搏斗会在有化线的空间内进行 在这个空间内通常都会洒下细盐 也由此而生 Skama这个名字 依照不同的场合 这些搏斗会安排在不同地方 比如健身房 露天剧场或体育场里 都会有化线的这个区域内 古罗马战士和斗士 都如神一般被众心拱跃 众人会帮战机最多的战士和斗士庆祝 把他们当作崇拜对象 这些战士和斗士 也会收到金钱奖励 终身免费餐食 甚至不用缴税 有些人的名望 还大到想尝试从政 这些勇士的爱慕者会请出最出名的诗人 创作诗词来赞颂他们的攻击 会请功夫最高深的雕刻家 将他们的丰功伟业制成雕像 当作神一般景仰 不知道是否因为如此 在两千年后的今天 还能在各位眼前 重现这两位年轻战士 为胜利而战的样子